這個特別嘉賓 大家覺得他有點熟口臉 好像是 可能覺得他有點 好像沒見過 好像沒見過 為什麼呢 他今天戴了帽子 為什麼戴了帽子呢 可能好像林宇洋和潘充一樣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網台界 林宇洋和潘充聰 翻臉了 兩個生意的夥伴 因財失意 那些我們慢慢講 日後可能在秘密節目上 秘密消息 好像老蕭一樣 十世白龜白馬 那我先跟大家講 究竟他們因爲什麼事反面 但是一反面之後 林宇洋也有趣 以前他和我們舊台長 姚冠東一反面 簡直是想把人家拆散 到現在和潘充反面 立即變成光頭佬 所以他就聰明了 今天西哥 我肥被人打